记者林晓云台北报道 儿童权力公约简称CRC 国际审查委员会今天对台湾首度提出CRC国家报告发表结论意见 仍本教育基金会发表声明指出 每五年一次国家专家来台湾协助政府改善儿童人权的机会 他们所看到的是官员达菲所问 避重就轻呼吁政府应确实履行CRC终止一切对儿童的暴力 执行长冯乔兰表示 在审查国家报告时 国际审查委员问到学生在校不受暴力对待的权利 隐私权、表义权、休籍、休闲权等状况时 教育部代表都以现在已有法规保护来作答 但光是法规并不足以保障儿童权力 封乔兰指出 儿童权力公约第一号一般敬意见书提到 人权教育应当是一种全面终身的过程 起点就是在儿童的日常生活和经历中反映出人权价值观 可惜台湾的儿童权力只在法规的文字中而没有被落实 在日常生活上 教育部官员很清楚 即使法规禁止体罚 但严重体罚学生的教职员仍然只会受到轻微处分 数字很清楚 2006年到2016年的11年间 只有四位体罚学生的老师遭到解聘处分 而包括体罚造成学生骨折 闹出血住院的严重个案也通常只会被计较过 当委员询问对于体罚学生老师的陈储案例实际数据 教育部答复说每年有100多 建峰乔兰表示 教育部没有说的是这些案子绝大多数都是身界 效果的处分 会暴力对待学生的老师仍然继续留在校园内 对儿童的身心带来危险 而教育部也知道校方仍然会为了检查学生有没有带手机课外读物而搜学生的书包 置物柜抽屉 当委员询问下课时间过晚的状况 教育部答复说那是家长的要求 说是亚洲的文化 而且还表示学校不会强迫学生留第八节课 封乔兰直批 这是明目张胆的说谎 教育部明明知道 很多学校还在这些第八第九 甚至到十三节课的理念上新进度 学生为了跟上进度不敢不参加 还有学校规定就算不参加的 八节课 学生也要留下来自习 这些都是强迫的手段 人本呼吁政府必须提升保护儿童法规的层级 程序也要友善儿童利用 改变现行不适任教师处理制度 并除实施相互的可能性 须有心腹 教育 青少年工作者等各种领域的专业人员加入不是任教师机制中 是专业外部委员占半数以上 儿童遭校方任何形式违法或不当处置时都应有提起诉愿 新政诉讼的权利 教育部不能只是订定法令 要确保相关法规在校园中被落实 同时制度要有能力确实称处所有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